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回來BC家Rug & Sugar的新聞 我是Bbook Michael 相信各位香港的學生 由於新冠肺炎 簡稱武漢肺 已經停了半年學 都覺得很悶 現在中三和中五的同學已經回學了 而我們這些中一、中二的都是未來的 我們也是6月8日才會迫貨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我現在就跟你們說 首先檢查一下你的功課 真是你的書 你的書包很好吃 其次就是檢查你要教的功課 是否做好 還有好像我的頭髮這樣 要剪掉 然後我還有靚靚仔仔 然後第三天調整自己的生理時間 去到早稅數起 免得好像我7時要坐車 然後很累死我 為了阻止新冠病毒 我們要少點打機 這樣的話可以確保我們的身體 維持是一個健康的狀況 還有規劃好沒有上學的路線 盡量避免多人聚集的地方 可以減少防止病毒感染你的機會 營州最後那天 就是要檢查好你有沒有帶齊東西 然後就準備去上學了 我們BCChannel和WorkingSuga的最新新聞 BCBitbox Crazy Andy在昨天5月26日正式改名為BCYoutube 選擇散落後面那堆東西 還有我們BCYoutube不會在復活之後再出發 一天一片 我們會改為 用兩個星期才一條片的形成 還有WorkingSuga會有更多的遊戲片 請大家繼續關注我們 還有如果想關注我們BCChannel和WorkingSuga的最新動態 記得訂閱和分享 還有按個讚和開一個不用錢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經考慮過疫情的最新發展 學校的準備和防疫物資的供應 政府決定在5月27日開始分階段復課 5月27日當然是全港DSE的考試 已經考完的第二天了 因為最後一課應該是5月25日 復課的分階段將會如下 最早復課的是中三到中五的學生 將在5月27日復課 跟著是小四到中二的學生 會在6月8日復課 幼稚園的K3 以至到小三的學生 會隨後在6月15日復課 而餘下的幼稚園K1和K2班 則不會在這個學年可以復課 學校在復課的時候 會實施一系列的特別防護措施 我們呼籲學校個個持份者 包括了家長和同學 是需要積極配合 不能鬆懈 令到大家可以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 重返校園 例如 在校園裏面 所有的學生 教職員和訪客 必須戴上口罩 學生在乘搭校巴、保母車 和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亦都要戴上口罩 學校可以靈活調動時間表 盡可能安排學生 分批回校、上課和下課 避免大批學生 同時在學校的出入口聚集 學校原則上是半日上課 避免同學需要脫下口罩 但又未能有足夠的距離之下 一同用事 以至大大增加感染的風險 如果有學生或者職員 在服課之後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 是會追蹤的密切接觸者 有關的人士 是需要接受檢疫 而一般接觸者 將會接受醫學的監察 衛生防護中心 亦會就校社的設施 和物品的消毒 提供意見 至於有關學校 需否停課 就要按個別的情況 由衛生防護中心去提供意見 教育局會在未來一個星期之內 向學校發出一個詳細的指引 列明所有的防護措施 學校必須遵守 第十四季 第二季 試圖 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